我們又錄音時間到了 今天是星期五 是啊 幾個小時之後 大家聽到了 我剛剛去內地旅行回來 我看到有一段發出來的材料 挺有趣的 就說 如果是一個城市 被旅客逼爆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是啊 這個 稍後我會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就是牛津字典 每人都選一個年度字出來 上榜那個等下開榜 開股 但落選了其中一個字 Peter 正正就是你的題目 Over Tourism 過渡 過渡 過渡旅遊就是你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遊客 都太多 就造成了很多當地的社會問題 還是有沒有指定 或者針對某一個群組的旅客 沒有 因為 當然我們祖國的旅客人數特別多 浸死全世界 不是特別像中國人 是的 Over Tourism 其實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 已經是 字就是1718 這兩年就開始人用了 比較邏輯來說 最後 進入了候選名單 但是牛津的編輯 沒有選到這個字 但是都可以反映到 其實是這個世界最小的 會不會是現在的人 很想有體驗 亦都想走萬里路 於是去外游 這可能是整個世界的潮流 一來是交通方面了 但是我們富起來了 還有幾個因素 譬如是造成過渡旅遊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游輪的旅遊 越來越普遍 因為你想像 那些游輪一來 就幾千人 好像整個鎮搬到別人那裡 你是說一些海邊的浮仔 其實人口 分分鐘是不足夠 船上的遊客多 還有全球定位 變成很多人去旅行 其實我喜歡怎樣去 就怎樣去 隨時去 就是不用再跟團 不用再做什麼 自由行 沒錯 自由行 這個也是理由 不過也是 我想每一個城市 無論它主動 有沒有一些旅遊 怎樣的建設建造也好 一定有一個局限 如果沒有一個管制規範 是很可能 因為大家沒有協調到 我們現在 在東中就看到這些情況 真的 三個局長都敲頭 希望廣東下了指示之後 會好些 其實說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電影叫做The Beach 李安納道 迪卡比奧 找了泰國一個很美麗的沙灘 沙灘叫做Mayer Bay 馬亞灣 旅遊介紹就是全世界的Perfect Beach 這是完美的海灘 最美麗的就是夏威夷 Honaluulu 那個很美麗 如果我做旅遊局做宣傳 我都會說淺水灣最美麗 對 或是自己聲稱 但是 無論如果這個Mayer Bay 就被人叫做Perfect Beach 一個完美的海灘 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這部電影就二千年上了 上了十幾年了 接著就出了名 一出了名就多人去 他們其實 我們看起來 似乎人數是濕濕碎的 每日是四千人去 我們當中 黃希上來是超過一萬人 但是 泰國當局 經過了好幾年之後 法國應付不來 海灘各方面 污染 接待不了那麼多人 去年就決定了這個暑假 剛剛過了這個暑假 就封了它 停止它 等海灘先恢復 先復原 然後 最初就想過了這個暑假 其實就可以再開 但是 最近 本京應該是十月開的 開不了 現在就決定 沒有限期 沒有限期 直至可以搞定為止 這是一個過度旅遊的 很明顯的例子 在我們附近 在泰國的一個沙灘 菲律賓也有 這個狂人總統也有說 不行 很糟糕 要暫停開放 真的這樣 要強人的政策才能做到 這個暫停開放是一個方法 我想我們不能暫停開放 那裡住那麼多人 有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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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現在 其中一個過度旅遊的現象 有些人集中住在一個旅遊店 那裡 有些地方 例如西班牙有些城市 它的做法就是 在市中心裡 不要再興建酒店了 興建酒店 沒有Airbnb 這個所以 又是第二個規範的理由 規範做好一點的理由 所以其實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總之我限制一些人來 英國在那個西南面 西南面 就有一個地方叫Cornwell Cornwell也是沿海的 海景也是很漂亮的 那麼幾年前 Cornwell那個旅遊局 還在宣傳著 大家多點來旅遊 那最近呢 我剛剛看 這個禮拜裡面的事 看他們的宣傳 就說 喂不要了 大家暫時不用來 太多人了 那就請大家吃閉門羹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Peter 你給了一段新聞介紹 我看了 我都看了一看 我都去過Doremi 三次 三次 這個意大利的首都 我沒有去過這個地方叫Saint Mark Square 我想有理解的 在一些旅遊點上 可能是人多 可能都是有些 是對於行人也好 車輛也好 甚至乎小朋友 玩這個Scooter也好 電動Scooter 那些玩的滑板 我覺得這個標題是很划算的 他就說 羅馬警察是拘捕這些黑手黨 但威尼斯 會檢控這些小朋友 騎著這些滑板車 玩電動的 事源有個四歲的小朋友 在一個這樣的旅遊點上玩 沒有事 原來他就被交通警察截了 要罰錢 但他又不是即時要他給錢 甚至連同行的家人都不知道 是他爸爸去到好一段時間之後 收到郵寄的告票 原來要罰他歐元 66.08元 大約英鎊 是60磅 這是英國報紙 《Guardian》的一個報道 當然是呱呱吵 Peter在說 聖馬克斯的廣場 在威尼斯 基本上是市中心 威尼斯必到的地方 我猜 最初他們的規例 這些佛則 其實可能是針對遊客 這個郵寄的告票 很明顯是當地市民 無端端就殺錯良民 有時候的執法者就是這樣 有規例 我執法 有個機制 給他60天內請你罰款 這個家長當然是呱呱吵 現在引起了討論 究竟這樣的例 是否多餘 或是否要收定 其實這裡是 很多的 坐在某些地方也不行 其實現在 我覺得 意大利 他們的遊客真的太多了 因為歷史古蹟 轉個彎就是 轉個彎也是 挺吸引的 整個意大利 羅馬、威尼斯這些地方 剛才你說的 威尼斯是這樣 其實羅馬的市政府 最近都出了一些規例 譬如你去兜收場 有很多 穿了一些 羅馬的古兵服 戴著頭盔 跟你拍照 現在他們立了第五比 你如果這樣跟遊客拍照 穿著這些羅馬古服飾的人 就會罰400歐羅 400歐羅 就是成四千元 你成天的生意 都應該沒有這麼多 這個 另外有很多 其實都 我們偶爾都看到新聞 就是我們的同胞 去到別人的水池 浸腳 下去洗 下去 什麼都有 扔了銀幣 那些又不可以 你去水池 但Peter你說 許願池 是反過來 扔了銀 那些 那個就可以 可以的 因為你扔錢下去 送的 很多人說許願池 其實不是這樣的 別人的許願池 原意 就是你拋了之後 我會回來這個地方 就不是說你 我女兒考到哪間學校 我今年加成功 就不是那些 就是你拋完之後 就可以有機會回到羅馬 高了一場 3 coins in the fountain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現在陸陸續續 很多城市都開始 自己在立禮 不准做這樣 不准做那樣 其實很多時候 是針對旅客 就是這個問題 過度旅遊 針對旅客 說羅馬 有些旅遊 有時候 都要為了觀賞的氣氛 都有不同的制定 有些說 在運河 或者河上 那些艇 不是大郵輪 就說 不要播音樂 包括不准圈蛙談話 譬如今次 我最後一晚的旅程 就是巡懷河半 坐艇遊 當然 周圍有些燈 燈色很漂亮 在河邊 應該很寧靜 但是 幸好是我們自己的團友 我也有提示他們 小聲一點 他們不停在那裡 很多事在那裡聊談 有些人是需要 聽聽龐白的 有時候 顧己及人好一點 作為旅客也好 另外有些城市 例如巴黎 巴黎的市長 就開始想 一些地方 禁車行 他們出發點 主要是污染 但其實跟旅遊也有關係 因為太多人 他們也開始有些 上個月 搞了一些 car free day 即是無車日 就像我們的行人尊重區 這也是一個方法 既然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共同用的地方 不如就不讓車行 都是一個方法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要管制得好 我想也要合情合理 對一些行動不方便 沒有什麼特殊方便 這些都重要的 Peter開了一個題目 叫做over tourism 因為上個禮拜去了旅遊 這個禮拜其實 都繼續有些名人過世 我們香港就 大Sir 中事員 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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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品了 其實 除了香港之外 我們亦都說過 Stan Lee 最近都過了身 還有一個 我們香港人比較少留意 但是 巴西人 很大件事 就是 我們說巴西 我想 不內乎都聯想到 一兩樣東西 足球 還有森巴姆 森巴姆 是這兩樣東西 沒有想到是給你的 對 巴西足球 巴西足球 你一定想到他的球衣 球王給你 他的球衣 其實很長眼 黃色怎麼形容他呢 算不算 又不是金黃 你都可以說是金黃 是金黃 其實他們現在這件球衣 就是用了他們的角技的顏色 是綠色 金黃色 還有藍色 這幾種顏色 就在他們的國家隊的衣服裏面 我剛才說他們有一個 基本上是國保級人馬 就在六天前 應該是 就過了身 這位人兄叫做 Eldi Gazia Chile 他的名字是SCH L-E-E 我相信大埔香港人 怎樣愛巴西足球都好 都未必認識到他 但是每一次在巴西 穿那件球衣出來 就是這位人士設計 他最近因為患了皮膚癌 就過世了 83歲 他設計這套 為巴西國家隊設計 這款球衣的時候 其實他只有18歲 18歲的一個學生 他在報紙上做插圖 即是幫報紙畫插圖 Illustrator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機會 幫巴西隊設計球衣呢 就是因為1950年 對巴西來說很慘痛 那次差不多是國殤 在他們主場 踢世界盃 輸了球 一比二 輸了給烏拉貴 之前和包括那場 在主場上踢的球 其實巴西 如果大家看過 以前 他們的球衣其實是白色的 大家覺得簡單一點 就是不老禮 覺得這件球衣 不可以 不可以 但又好像結白 又可以很純 什麼都好 總之輸了球就不行了 就發起了一個 發起了一個比賽 設計比賽 設計比賽 就是說明 我們要一件新的球衣 希望重新 令到球隊振作 和他們打氣 唯一的規定 要求 就是將國旗顏色 放在球衣上 反映到國家 就是你揹著 一走出去 揹著國家 榮譽很多東西 就在身上 這個年輕人 當時十八歲 真的很著力地看草圖 畫了一百多個不同的款式 最後參賽的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很簡單 就是用綠色的嶺 綠色其實是 有一個右邊 對 菌邊 就是用綠色 綠色其實在國旗裏 就是代表 巴西亞馬遜 森林 就是代表他們的森林 就是土地 然後衣服本身 主要的顏色就是黃色 黃色 他們也叫金黃色 其實就是 這個國家的原材料 自然的資源 大地的資源 如何充裕 上面還有一二三四五顆星 代表什麼呢 五顆星 那是球隊的揮號 這個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拿一顆星 拿一顆星 就是拿一次世界盃 哦 巴西就拿了五次 所以是五顆星 哦 這樣 他們 其實第一顆星 其實不是在這件球衣 總有故事說的 這件衣服的故事其實很多 那麼 藍色就是波褲 這樣就將 融合了下去 大家有興趣 都不用 閉上眼都會記得 巴西的球衣就是這樣 好了 他們有了新球衣之後 再有機會去參加世界盃 例如說五零 然後就是五四年 在瑞士打 結果都贏不到的 都輸球的 但是呢 去到一九五八年 巴西就在瑞典 在瑞士打過燕摩 那一年呢 那一年呢 就綁杯了 就是你再說 比利那些 有很多球星 那一年就 綁杯 但是呢 他們不是穿這件 球隊的球衣綁杯 不是穿國家隊的球衣綁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對手 他們的對手 撞色嗎 是呀 人家主場 瑞典主場 對不起 很無印 你是要穿客隊的衣服 他們以前的客隊衣服是白色的 沒有想過出現這個問題 結果呢 要特別找人坐飛機 那些呢 是飛了二十二件藍色的球衣去 是故意坐飛機飛去 但無論如何 那次就贏了 就贏到五比二 所以他們 你可以說 第一次拿世界杯 就是綁杯的時候 其實 就不是穿著自己 國家隊那件衣服去綁杯 即是你不切換衣服 不是你不切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進衣服去換衣服 比賽的時候 可能昨天會搞錯 其實都可以 是呀 換衣服 換個才出來 補杯都還可以 這個 巴西的國家隊 那件球衣 就有這樣的故事在後面 說起一些顏色 除了 Peter剛才問過 然後他就連續 五八年就是瑞典奉杯 就是贏了瑞典 瑞典 令他們不能穿自己 國家隊球衣 主場球衣上去 捅杯 那一次 就是五八年 然後六二年又贏了 七零 九四 然後二零零二 一二三四五 五次 所以有五顆星 五顆星 法國最近贏 就是有加一顆星 所以那些同學 其實法國國家隊 都有一些產品 在香港都挺受歡迎的 我買了姐姐的背囊 買的時候 還有一顆星 這次贏了之後 兩顆星 那些衣服 要再貼上去 還是怎樣 當然是換過 多多錢都可以換 那邊 OK